到小弟想介绍的韩战了 韩战又怎么看呢? 一般的啦 有我哦 那又怎么呢? 都没梁朝伟 说起刘嘉玲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刘嘉玲的霸气女王称号 作为娱乐圈的不老女神 人们总要尊称她为嘉玲姐 毕竟这么多年来 刘嘉玲平实力终于在香港娱乐圈里边 彻底站稳了脚跟 她拍摄了许多的影视剧 也是多次被提名影后 她的演技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曾获得第三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最佳女主角奖 和第二十六届中国电影金机奖最佳女主角奖 而在感情方面 刘嘉玲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 梁朝伟作为多少女孩的梦中情人 却被刘嘉玲轻松俘获 梁朝伟当年凭借一步无间道火遍全国 让大家都认识她 但是说起他们夫妻的感情 两人从结婚到现在很多年 虽然没有儿女 但却表现得非常恩爱 梁朝伟虽然个性孤僻 但是心底却很善良 我想就凭这点 才俘获了刘嘉玲的芳心 梁朝伟文静腼腆 却很喜欢摇滚音乐 他与刘嘉玲相识三十多年 1988年两人因舞台剧花心大丈夫而结缘 2008年 刘嘉玲和梁朝伟在南亚佛国不单完婚 而且也是众星云集 刘嘉玲邀请了大半个娱乐圈 举系到了80多位明星 就可见刘嘉玲和梁朝伟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 影响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只有一个被外界认为关系比较好的人 却没有被邀请 没错 这个人就是刘德华 而在面对记者不嫌世大的追问时 刘德华的回应可以说是相当机智 要说起娱乐圈的友情 刘德华和刘嘉玲那可是有过命的交情 1983年 这两人合作了电视剧《神雕侠侣》 1989年 他们被威胁去荷兰拍摄了电影 整个拍摄环境极其压抑 而这两人也在这段时间互相扶持 友情也逐渐深厚 后来刘嘉玲被绑架 被迫拍下布雅照 被报刊给刊登成封面首页的时候 梁朝伟为了保护刘嘉玲号召身边好友一起抗议的时 张国荣和刘德华都是第一批响应的演员 刘嘉玲经过此事之后和刘德华的感情愈发得好起来 对刘德华而言 刘嘉玲就像是她的妹妹 她说每次看见刘嘉玲就像看见自己的妹妹回家了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会不会有些希望真的有机会和我一起合作 我很想和你一起做戏 因为和你做戏的女主角都很有机会拿罪戒女主角 是真的我统计过的 我就很想做你男朋友 做戏你男朋友那些 在每年刘德华生日的时候 刘嘉玲都会准时送上祝福 而在刘嘉玲生日时 刘德华也不会缺席 那为什么关系如此好的人 在刘嘉玲大婚时却不见刘德华的身影呢 这时就要说到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恩怨了 当初TVB的时候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苗乔伟、黄日华、汤振业也被称为无限五虎将 当初合同快到期的时候 刘德华想带着五虎一起转型到别的电影公司发展 不料这是被无限高层获知 于是他们采取了各个击破坛合约的战略 暗地分化五虎 最先缴械投降的是那时等前养家的梁朝伟 因为梁朝伟需要靠工作养家 而且兴师保守、低调 所以无限高层决心从梁朝伟下手 只是后来发生了变故 梁朝伟反水独自签下了合同 自此之后无限五虎正式瓦解 所以对于重义气的刘德华而言 梁朝伟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令他没有想到 使得最后无限打压刘德华 血藏了一年多没有工作 拍了电视台 我在外面不停地拼搏的时候 有一个人留在电视台 而那个人就是梁朝伟 今天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 找一个最适合你们自己的 千万不要胡乱地去copy人家成功的例子 一次记者采访刘德华时提出犀利问题 曾经的五虎兄弟就你自己不参加 也不送礼物 会不会显得自己很小气 刘德华说他没有请我 我也没有收到请帖 他表示无所谓了 他还表示他不请我 我不会觉得他小气 我不送礼物 他也不会觉得我小气 所以刘德华的回应 网友们也是称赞他情商太高了 真的是太会说话了 后来刘德华还是表达了他的祝福 希望他们百年好和 刘嘉玲和刘德华之间是没有任何的恩言的 他们还是朋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